在1979年的一天晚上,成龙刚和朋友们吃完饭准备要离开 结果没想到直接被一伙人围了起来,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凶器 受到惊吓的成龙连忙叫来帮手,自己的师兄洪金宝 但一听对面的人说自己是西伊安的人,洪金宝也无能为力 这下成龙走投无路,只好求助王宇,跪地含泪说道 我被西伊安的人打救救我吧 对方听完后,宁在往日情分,来到了指定地点 亮出了自己竹联邦的身份,这才摆平了这一场差点弄出人命的火拼 要说,新伊安到底为什么这么厉害,能让有着功夫之王之称的成龙跪地求饶 这跟里面的核心人物脱不开关系 这其中有那么一个人,家世背景全无,地位也拿不上牌面 但被称之为香港风魔传奇,人送外号疯狗,讲新伊安,香港电影圈晓得天翻地覆 周星驰,李连杰,向华强,陈慧敏都曾受到过他的挑衅 留下的故事,至今仍被无数人津津乐道 他在史上流落不多,尽管如烟花短暂,却精彩分成 向华强和向华盛的父亲向前,曾是民国时期军统少将的得意门生 当年战争结束后,派遣向前到香港作为间谍活动 向前为了掩饰身份,而创建了社团新伊安 在新伊安之前,有一个伊安同乡会,算是新伊安的前身 向前只是该会的四大领导人之一 伊安是一个古军的名字,大概是指潮汕地区 因此,伊安会,就是潮州系的老乡互助团体 很久以前,许多越东一带的潮州人来到香港讨生活 奈何被香港本地帮会排挤打压 因此,大家只好团结起来,成立一个组织 用来对抗香港本土势力 还可以收留赵英刚来香港的老乡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顶新势力 所从事的活动,也和香港的帮会没有区别了 势力壮大后,港英政府决定打压 于是,伊安会的一些领导人便决定解散,改协归正 然而,向前却认为,如果就这样解散的话 这么多兄弟该何去何从呢 于是便有了新伊安,带着以前的一批老兄弟继续干下去 只是没想到,越做越大 在五十年代时,被港英政府定性为三合会组织 通俗点就是非法组织 到了八九十年代,已经发展到十万余人的规模 实力强大到一度成为香港第一黑帮 也不知道向前如此高调 这身份隐藏的到底算不算成功 陈志明年幼时,香港盛行武侠之风 他父母也追风,将其送到了多家师傅门下学习武术 为何是多家? 因为陈志明天生性情暴躁 最开始学习的是跆拳道 但跆拳道需要遵守规则 讲究一礼开始,一礼结束 需要养成谦虚,友好,忍让的作风 在道德修养方面不断提高 这和陈志明的性格显然有些出入 他喜欢无规则的竞技搏斗,直至倒下 于是在偶然一次接触到跆拳之后 被跆拳那种无招式,无限制的特点所深深吸引 于是他便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跆拳道 奔向了跆拳的怀抱 星夜安的总教头苏荣以跆拳文明 泰拳功夫十分乐得 启门下弟子更是逃离满天下 像尖东虎中虎黄骏 尖东之虎杜连顺 湾仔之虎陈耀星等 就连周星驰和卢慧光也曾向其拜师 陈志明被苏荣的名声所吸引 于是也投靠到了苏荣的门下学习泰拳 虽然性情残暴 但陈志明在功夫学习上还是很努力的 每天刻苦练习,很快便大有长进 最后在苏荣的引荐之下 全志明加入了新夜安 正式开启了他的江湖之路 只是现在的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 会因自己的东家所改写 有了师父的指点和坚实的打斗基础 还有新夜安的总教授苏荣作为后台 陈志明日渐猖獗 到处参加拳击找人单挑 所向披靡 更是毫无畏惧 在1984年的夏天 澳门某夜总会上灯火 通明人声鼎沸 澳门名流邀请了各界大佬道场 供赏澳门拳王对决香港选手 其中有一位便是有着双花红棍之称的陈慧敏 当年刘嘉玲在打麻将的路上被人绑走 不知道被带到了哪里 威胁折磨了一整晚 还拍下了不少照片 刘嘉玲 梁朝伟夫妇无助之际 就是陈慧敏出手相助 把照片要了回来 台上澳门拳王成名已久 擂台上气场强大 霸气侧漏 反观香港选手陈志明 不仅没啥名气 而且面色不染 但定间透出一股杀气 影响计时 比赛开始 澳门拳王势如披竹 上来就是一阵密集轰炸 拳如流星 腿如强风 练腿又使腰 骨骼相撞之声 不绝于耳 台下看得眼花缭乱 欢呼叫好声如雷贯耳 所有人都觉得澳门拳王 会像往常一样 轻描淡写拿下比赛 可没想到对面的陈志明 却不为所动 但定双臂紧紧护住头 不时提起格党 化解扫梯之势 有时还会朝拳王吐舌挑衅拳王 一阵操作下来 对方竟然毫无损伤 观众纷纷停止呼吸 观察双方实力 拳王震怒 再次对陈志明开始进攻 且招招下了狠手 但都被其巧妙躲过 在场观众无不惊讶 个个瞪大双眼 一鼓作气 载而摔 三而解 两轮进攻下来 只见拳王早已凄力尽失 陈志明直接冲上前来 双手扣住对方后脑 双手顶住对方尖锁 一气呵成七剂连环膝撞 结束之后 那澳门拳王直接一声惨叫 口鼻冒血休克 倒在擂台之上 一时间台下掌声雷动 欢呼震天 大家都没想到 这个陈志明 明不见经传 却吸法之威猛惊绝 让人叹为观止 陈志明经此一战成明 被称之为香港西王 这还没完 台上陈志明高举双手 向全场质疑后 突然冷笑一声 直接吐掉护齿 将带着拳套的手指 向在看台观战的陈慧敏 陈慧敏敢不敢打一场 此话一出 全场哗然 他仿佛是早有预谋 然而 陈慧敏不仅是香港 六七十年代著名的武打明星 江湖大佬 也是黑帮出身 全坛民宿 多年前拿到过 东南亚全赛的冠军 被称为14K 最能打的头号猛人 启荣陈志明一个矛头小子 来跟自己叫嚣 于是 回复到你还不够资格 要打也是你师父跟我打 之后便拂袖而去 几天后 恰巧 陈慧敏和苏龙 在一家酒吧偶遇 随后展开一场世纪大战 陈慧敏没能击中苏龙 却被对方用烟灰缸 打破了眉骨 这一口气 怎么咽得下去 陈慧敏第二天 一大早就带着一帮人马 来到苏龙的武馆搞破坏 打砸招牌 后来到了苏龙的领头人 报复伏击 被砍了几刀 最后被逼的 不得不早早退出江湖 要知道 陈志明只是西亿安的马仔 而西亿安和14K 早有恩怨 陈志明属于看热闹不嫌世大 吃饭叫嚣引发的江湖恩怨 只是后话 但他的疯狂嚣张 已经初见端倪 早年在西亿安 别说是五虎之一 他连时节都算不上 虽然有一身的好功夫 但因为没有背景 长期以来 只能是个打瘦的角色 也许是暗藏锋芒 也许是蓄力爆发 终于陈志明一生的辉煌 都绽放在1992年 虽然人的性格形成 有遗传因素的影响 但后天的成长经历 家庭教养方式也很重要 自幼被父母送去学武的陈志明 从小就生长在暴力的环境之下 所以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解决方式 就是通过暴力 新一安的总教系苏隆 曾经说过 自己徒弟满江湖 就属陈志明最不省心 1991年 过安分的陈志明 认识了同样过安分的罗大卫 罗大卫是著名导演 罗威之子 摸爬电影圈多年 还做过李廉洁的经纪人 在娱乐圈人脉很广 见过娱乐圈繁华的他 深知这里来钱有多快 心中早有了邪恶的想法 但无奈 有贼心没贼胆 自己还少了一把枪 直到认识了职场子爆脾气的陈志明 再加上他一高人胆大 绝对是最合适的人选 于是他告诉陈志明 你这样混江湖 何时才能出名堂 可怜你一身好功夫 罗大卫小致已经动之以理 拉拢陈志明 跟自己一起合伙做电影 你武力开山 我业务经理 我们一文一武 双剑合璧 定能在电影界打出一片天下 陈志明深以为然 并没多想 只觉得做电影就能躺着赚钱 与对方一拍即合 当时李连杰正凭借黄飞红和少林寺 在香港声名雀起 其中黄飞红在香港地区的票房 达到2967万港元 位列年度票房排行榜第八名 因为对武侠的情怀 香港人对李连杰也有着特殊的情感 基本上是万人攻向的状态 因此罗大卫看到了商机 他觉得现在最火的就是李连杰 李连杰就是票房保证 把李连杰搞过来 不愁没生意 问题是怎么解决蔡子明 蔡子明一直以来为人低调 虽然是李连杰的经纪人 但早年在欧洲混江湖 而且财力雄厚 能量巨大 黑白两道都要卖他面子 并且跟14K大佬关系密切 简单来说 就是如果有人找蔡子明的麻烦 就是找14K的麻烦 当时李连杰和原公司加合发生纠纷 但蔡子明看上了他的能力 于是出面帮他摆平 顺便也把他挖了过来 不过那蔡子明也不是个善茬 当年副一拍的《轰天龙虎会》 据说就是蔡子明把刘德华 刘嘉玲和万子良绑来拍的 怕什么我来搞定 换一个人可能不敢搞蔡子明 但陈志明天不怕地不怕 本来每天过的就是刀尖上舔血的日子 于是说干就干 1992年4月13日 陈志明带上枪支冲蔡子明的公司 公司上下乱作一团 陈志明枪口顶着公司负责人 跟你们老板带话 李连杰跟我拍戏 必须 蔡子明其实对这个人早有耳闻 早听说他嚣张冷血 打起架来不要命 于是本着交个朋友的想法 约陈志明在九龙富豪酒店见面 但都是混江湖的大老粗 没说几句就吵了起来 你是谁 你算老几 蔡子明怒斥陈志明 黄土大帝 龙的传人 就这样定了 怎样 陈志明大吼 都是龙的传人 不拍又怎样 胡旭勇说 随后蔡子明一脚踢开桌子 同一瞬间 两人掏出手枪瞄准对方 胡旭勇赶紧冲到中间 都不要冲动 不许开枪 随后蔡子明对陈志明展开追杀 但陈志明还是抢先一步 4月16日上午 两名枪手办成保安 潜伏在了办公室门口 并使用点三八 对着蔡子明的头部连爆九枪 对方当场死亡 胡旭勇文言赶往现场 简直是惨不忍睹 本以为香港无人感动蔡子明 但这下突然没了保护伞 李连杰被吓得不轻 要求港警24小时贴身保护 虽然事情如此 但由于涉及的大佬太多 香港警员只能去对外宣称 他们将娱乐圈的相关角色 都查了个仰面朝天 也没能查出事情 多年后 成龙提起当年的香港 还心有余计 表示我们都知道他们是谁 但是没有直接证据 因此 陈志明并没有因此而沉积 反而玩了一出更大的 虽然没了李连杰 但明星多的是 罗大伟又把目光 放到了周星驰的身上 但当时 周星驰属于永生电影旗下 是向华强所创办 而陈志明身处的星夜安老大 正是想家 如果随便动他 那就不只是抢人那么简单了 但好巧不巧 1987年 西翼安龙头像华炎被捕 苏龙打起了篡位的心 陈志明和罗大伟 本来就基于向家手里的 姚贤术周星驰 早就想把周星驰收入囊中 此时站队 还能得到师父苏龙的重用 岂不一举两得 然后陈志明又把对蔡子明的那一套 用在了向华强身上 但明显温柔了很多 陈志明带领一帮手下来到尖沙嘴 跟向华强提出了借用周星驰拍戏的想法 向华强自然是不允许 并找人将其赶了出去 陈志明一气之下 竟然端着机枪 对着公司大门一阵扫射 想着给向华强一个下马威 不仅如此 三天后 还在永生电影公司 不远处伏击向华强 欲将其暗杀 幸好中枪的人是保镖 向华强逃过一劫 陈志明只好仓皇逃走 功亏一篑 这也彻底惹怒了向华强 立马派人压制 自己对另外几名帮凶 进行内部压制 最终苏龙的篡位计划 彻底失败 如果陈志明成功 那姓一安和永生的主人将会更名 香港和娱乐圈的历史也会被改写 之后 陈志明知道自己得罪了向家 可向华强算是死仇了 对方一定不会放过自己 为了防止被新一安找到 他开始四处躲藏 向华强也在身边加强了安保 接连得罪14K和新一安 陈志明逃离了香港 但让人意外的是 陈志明并不是死于江湖追杀令 他曾接到不明来源信息 说深圳有个卖盗版生意的老板想合作 于是只身前往深圳 不久后被警方以贩毒和倒卖军火的罪名逮捕 从此 这个有着港圈风魔之称的人在无音讯 这里是洞见人物 如果你有想听的人物或者是故事 欢迎留言 我将尽快为大家呈现精彩的故事 我们下期见